我是謝寧,我現在17歲 五、四、三、二、一 我小時候比較喜歡自己玩吧 自己去上課的時候就做一些東西來玩 然後我以前也就不太會去跟別人講話吧 然後後來就是國小我一年級的時候 用剪刀來剪一下老師提供計算子來 做一些小恐龍來自己玩 因為他從小就喜歡畫畫啊 然後剪剪貼貼 其實很小就拿剪刀 那我有時候看到他的畫我都會很驚訝 我就覺得很活 小三的時候我突然發現說 他剪的東西是直接摺一摺就站在桌子上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還蠻驚訝的嘛 然後我就一直請他再剪別的動物 然後就這樣一隻一隻的一直剪出來 然後也不用打草稿 就假如說我有一隻恐龍嘛 一隻動物 就把它變成一個就是壓扁的動物吧 我假如說被壓扁 他眼睛會到哪裡 然後為什麼他鼻子會到哪裡 就像一個地毯吧 剛開始剪的時候 他可能會很保護他的作品 然後不讓別人哄或者是怎麼樣 可是慢慢的 他做越多的時候發現別人很關注他 來祝福他 甚至讚美他的時候 他變得很開心 然後會樂意把這個東西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我的作品就是 讓他們靈體一動 讓他們開心吧 第一次就是被陶晶瑩邀請 那時候就去台北幫陶晶瑩做了四個造型的頭飾這樣 然後之後就是陶晶瑩又再邀我去幫劉明香去做 像是一個翅膀肩影的部分 我就是高中的時候才開始做這個了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一直就只要做兩小時就做好 因為當初就是想說讓他去遊學 沒想到在遊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老師好像對他的一些作品什麼的還蠻欣賞的 然後就有邀請他留下來繼續念書 那時候行李箱就是有限重 去的時候我就沒有帶任何一件服裝 那時候我還覺得說在那裡不辦英雄不行啊 我就受不了 他自己就在那裡做了一件符翔 他在那裡拍照 他在那裡到處走這樣 這套就是電影裡面的馬克武 這個賽車場裡面就是有一套 就可以變成手提箱的盔甲 那時候想說就是做一套 就是可以把它收納起來變成一個手提箱 這樣就可以拿著就隨身走 就那時候去英國就學會他這個縫紉 這樣子一個蜘蛛人 他就是比較靈活吧 他不會像盔甲就是有一個就是約束那樣 因為我其實這種布很難找 我就是我都是去運動用品 買這種運動服來改的 然後他的面具就是 是用紙做的 然後他也是有包一層布 然後他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他眼睛就是可以這樣動 是用嘴巴去開盒來 就是讓他動這個眼睛的 我未來如果順利的話就是希望說自己就是 可以開一個像Marvel那樣的公司吧 就是小一點沒關係 就是可以創造故事給別人看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去嘗試吧 如果你會什麼東西就是把它展現出來給別人看吧 只要一有機會就是說 就是去試試看 不要一直悶著吧 就是悶著到時候悶到自己都很痛苦 而且還有就是自己的路是要自己選 就是別人也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就是還是 你自己才能知道說自己到底是要決定怎麼樣的路 全都有勘案 objetivo一下 製作詞